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前世帮必须也死 在我们的根据地 还有特务在胡同 可是要怀疑这韩小姐 你活腻胃了你 我们一直在说今天来的五位老师是人亦无虎 这个名号是你们自己取的呢 还是说别人给你们取的 这怎么说呢 这个原来呢我们班歌里的叫四大金刚 那时候远征呢 他去德国去留学去了 就我们班这四个 那时候因为演天下第一楼嘛 因为我们这一个天下第一楼演了五百多场 当时我们天天演就是那时候就缺远征一个 那时候我们班四个叫四大金刚 一二年呢我们去上海演演出去 他演他们那个我演我们那晚上就在一块就开始聊天 吃饭喝酒聊 说马上回剧院啊 有一戏 这戏叫什么呢 叫华便 他们哥四个全在那戏里 说啊 哎 你看你要来这戏啊 咱们班歌舞的 就算是齐了 那是第一次 对 在这个一二年之前 我们班这歌舞就没在同一个舞台上演过戏 我当时一听行啊 哎吧就答应了 就为我们班这歌舞吧 还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剧院 因为特别重视这个 就从那儿就开始有标题 就叫人意无虎 对 就我们这人意无虎是从那儿了 其实他们就这一届 听说当年还是颜值最高的一届 真的 对 所以今天呢我也有准备 就是五位老师当年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看你还能不能认出来 这是丁老师 其实没有多大变化 浓密的头发 浓密的头发 就这点变化 这 这远征老师 这是冯老师吧 对 我拍第一部戏叫《青春记》的剧照 二十二岁 二十二 您当时二十二 跟丁老师那二十二可不太一样 这是谁啊 这个是冯刚老师吧 哦 吴老师 这个已经毕业了吧 也是毕业了 吴刚老师上春晚 春晚还是什么 卖大米 不过吴老师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卖大米的时候呢 对 这是小品换大米 真是没什么变 我们来看下一张是谁啊 主打棒差不多到现在 啊 冬冬老师 这是演什么的 大名公辞 对 大名公辞 这是九七九七年了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九七九八 这是演那个雷雨里的鲁大海 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这时候他已经胖了 对 已经胖了 怎么样 看完以后觉得是不是真的单单上是颜值在线的一件 没错啊 真的是颜值担当的一件啊 北京人艺那时候就特别缺小声 鸽几个那时候就是帅啊 没办法 对 不能帅啊 所以给鸽几个就给招进去 嗯 就五个都是帅的 五个都是帅的 其实我们就是个基本都一边齐 还真是 所以那时候当时一进剧院 所有人都觉得这般招的有点太漂亮了 就是就是太太一样了 就又整齐 对太整齐了 对漂亮 对都是 当时招进来呢都是奔小声来的 对 你看现在 这也都是小声啊 其实实际上 嗯 仁义招生跟中西电视学院招生不一样 嗯 仁义招生是我缺什么 我要什么 可是我听说丁老师之前在仁义演过很多老头的一些人物是吗 老头是演过 我在我们班刚一刚到学员班的时候 王老师小了 就 从小品就开始弄老头 那年年多大 对啊 22岁 22岁还是演老头 演这个 骆骆翔子 演 演过刘四爷 演刘 刘四爷 对 刘四爷啊 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这个人呢是一老头 这条子就怎么弄啊 对不能影响生活 想一辙 那是一什么东西来着 带了一个就是那种皮子做的假头套 但是一戴上去吧 严峻去带是一个两边稀松的头发上面一个头套 他戴上去整一批帽子 没有 那时候我记得 他真的 他一说我迷向全有 嗯 又有什么招应了 按老头招就累了 哈哈 我们走到今天 包括我们 这一辈子演戏都没有靠自己的脸去 去演 你们看待我刚才那个照片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被排斥的 所有专业院校 电视学院当时没有录取我 就是因为他说我形象长得一般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仁义这个大环境当中 成长起来的演员 老艺术家就是告诉我们好好演戏 好好说人话 嗯 对 没有一个说你演的是好人和坏人 或者你一定要靠你的脸蛋去吃饭 对 哇 要是回到三十年前 你们刚认识那会儿 五位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记得吗 其实我们在考仁义考到三试的时候 我就见过丁日成 嗯 然后 就是咱们是85年9月份那天上的课吧 还是你吴刚我记得第一天你没到 然后你第二天报得到 每个人都介绍一下自己 当时确实是老师 林林坤是我们的班主任 嗯 然后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 然后哎大家坐一起彼此认识一下 你说都不认识 嗯 但是考试期间都互相碰到我 嗯 哎 一看哦 你进来了 你进了你进了 都是拿到通知书来啊 哎那时考试有多少人 最后录取了多少人 哎我们那次好像六千多人我记得 六千多人来考试 是是反正这号是六千多号 没有六千多人 没有吧 三千左右吧 三千左右 嗯 我们几个是这样 我们关系比较复杂 嗯 就是我 我是跟高中平最早认识的 嗯 我们都是业余学表演的时候 大概在82年 82年 82年我们在一个业余的班里头 我们学习表演 我们俩的学校 所以一直到85年 这个期间我们基本上关系没断过 嗯 呃 然后呢 我是在84年 考电影学院的考场上 三世的考场上 跟丁志诚 我们挨着做 嗯 那在那认识的 嗯 我们俩挨着 我们考三世 当时要考一个礼拜 然后每天上下午的 就是考表演课 啊 那时候丁志诚有一个特长 嗯 他是学配音 嗯 他学那个一个上映场的配音演员 佟子荣学的特别像 哦 丁志诚 然后那个张涵宇是学那个秋月风 嗯 学的特别像 哦 然后我我我跟他挨着 然后就聊上了 他你你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 这个什么的 然后之前干什么的 然后我说你们呢 他说我 哎 我说你们俩挺像 他说我我们俩哥俩双胞胎 哦 然后我说啊 我说真的 然后我说那他为什么姓张 你为什么姓丁啊 说我们一个姓妈 一个姓爸的姓 哦 后来才知道他们不是真的亲哥俩 但他们俩真的长得很像 那时候长得真的很像 对对对 然后跟王刚和吴刚实际上是进入仁义才认识 哦 然后跟王刚认识是就报到之前哈 对 我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 当时他是穿着警服开着吉普车去 哦对 他是当时是那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哦 帅气的感觉 哦 然后我是老师找我要票 嗯 我当时演了一个电影叫青春记 嗯 就是进人意之前 然后老师有一手印老师说想看 嗯 我就给老师送票去了 就碰见他的 在楼道里我们俩碰见的 嗯 然后当时他特别牛 就嗯 哈哈 你干嘛的呀 我说我什么都不是玩的 同学 我记得意义上特别深 因为我我不知道 哎呦 我说你也来报到了 我说你干嘛来了 说我送票送什么票 说我刚主演了一部电影 青春记 哇 哇 那马上之前是警察 等于我们班这五个男生啊 嗯 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 这个学员班 85班 跟以前的学员班是不一样的 嗯 以前学员班都是高中毕业 然后北京一九招过来 以前的班都是这样 等于我们之后都是高中毕业 在社会上 工作了 嗯 然后呢 仁义再招考一个85学员班 这么着都是在社会上 待了几年以后 再去报考仁义的 其实我跟高东平 当时我们俩考中系 85班 嗯 如果我们俩要考上的话 我们就是拱励他们那个班的同学 结果后来我们俩 同时又考的仁义 仁义提前发录取通知书 然后我们俩就商量 说咱们怎么办 是参加高考考中系 还是进仁义 后来我们俩想 说上了中系不一定进了仁义 还是进仁义吧 我们这边仁义通知书的学员班 已经录取了 嗯 中系呢 我们俩的专业课也通过了 给你文化高考那个 那个证儿 你去参加文化课高考 万一你文化课没过 专业过来 你这边鸡飞蛋打 就是你过了上四年 还不一定进得了仁义 对 我们俩一商量仁义吧 还上四年 咱这业余就学了已经够三年了都 老艺术家们天天跟着 跑龙套舞台上滚吧 比内好 八五班实际招的时候入学 当时招了是十五名学生 十五名学生里边呢 一年以后就有甄别的 回到原户口啊 坐在地或者街道办啊 留下这五个男生 恰恰都是不是应接的 东东老师 那您之前进八五班之前 对啊 得把我的公安警的干部拿掉 然后我的工资没有了 然后到学院班 我们学院班一个月 只有二十三块钱的助学金 一个月就二十三 那时候我拿五十九块钱的一个月 等一下少了一倍 少了一半 对你工作又没了 然后还有一年是休息期 休息期不行 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等于就是辞掉了工作 来仁义呢 等于吴刚也是 他也是公安系统 等于我们两个警察 然后地日成那时候都有工作 你是在地支部 对吧 远征那时候是 好像职业跳载运动员 还是什么 对吧 上学的时候跳 后来就不跳了 拉锁厂 对 拉锁厂 做过拉锁 对 那时候都是辞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义无法顾的 进了学院班 嗯 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 其他的职业 包括警察呀 什么在工厂 我这些还都能理解 但是冯老师 您为什么会是运动员呢 看着不像 对 好多人都觉得我不像 对 七七年 大概是七七七年 七八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那个是在北京108中 然后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 突然就门 班主任就把门打开了 说你们抬起头来 然后我们就都抬起头 然后进来几个 就是穿着那个空军的那个皮夹克冬天 然后呢 毛领子的那种挺帅的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说这是跳伞的教练 说来看看你们 然后说报名 就是说报名 报名完了下了课以后 去做一个训练 下了课就跑到操场 然后他就练 比方说跑步的启动速度 还有一个折翻跑 就是迅速跑过去 然后他一吹哨 你就必须马上折过来跑 还有就是练那个就是平衡 就是揪着耳朵 在地上转转完了 站起来走直线 这个很难 然后当时呢 好多学生呢 跑不动了 然后就假装摔倒啊什么的 就是为了不去 我是都做完做得还不错 反应也比较快 这样的给我挑中了 第一天训练就是地面训练 跳平台啊 跳沙坑 锻炼腿劲啊 锻炼臂力啊什么的 然后结果我们开始 不是就在跳伞塔跳吗 结果第一次给我 拽上去的时候 然后就是 因为那个是需要你自己脱钩 我们叫脱钩 然后伞就打开 就伞是撑开的 大概六七十米高的伞塔 从上到去就跳下来 天哪 就在那一瞬间 跳下来还很紧张害怕 但是就在一瞬间 落地的那一瞬间 一下就喜欢上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七年七八年开始 就立志要做一个跳伞动员 现在他这个远征的业余爱好 还是跟跳伞都离不开 他喜欢蹦极 蹦极不敢 对 我们曾经在跳伞队的时候 我们特别牛 然后我们那个教练就 就就就就激我们 说你们甭看你们敢跳伞 你们不敢跳水 说跳水十米跳台谁不敢 所有人就爬到那个十米跳台上去了 爬上去 怎么爬上去 怎么爬下来 因为就觉得那池子太小了 觉得自己一跳就 跳外边去了 对 但是我不恐高 比如一次在重庆拍戏 我们在三十城的一个楼上 然后我就站在那楼边上往下看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导演就说 严征老师你过来跟我说 跟你说点事 我说什么事你就说吧 你过来你过来 我跳下来一把给我抓住了 我说你你你你不害怕 我说我不害怕 这是从小的这个锻炼啊 高老师刚说啊 是做过这个美工啊 但是怎么我我怎么听说 您还在这个三万五千人的 这个体育馆当中 搞过演唱会 你有这事吗 他还出个核弹呢 说来这些事 还真挺你们的消息凌空 打小的喜欢唱两嗓子 唱两嗓子 但是我们家那兄弟姐妹 包括父母都 你这嗓子 这是还会唱歌的 突然有一天 后慢慢慢慢开始流行歌曲了 我这流行歌就挺喜欢我的唱 这一唱呢 还唱呢 我歌呢 一听 这还有点有点美目 我就开始就瞎唱 后来是八九年拉着我 还有一个已经故去了 去世英年早逝 一较高峰的 唱大中国的那个 他一个我一个 俩男的 还叫范琳琳的 还叫段炳章的 拉着出了一盒 叫蓝月亮 蓝太旺 四个人弄一拼盘 就在这个同时呢 去山西拍一戏 资金不到位 这戏 整个那几天停了 突然接一电话 我也不认识 说说我姓张 什么什么 一公司 一老总 我们要 你在哪呢 我在山西太原拍戏 太好 我们在山西省体育场 三万五的体育场 办一个叫 晋阳之下明星演唱会 主持人是罗金跟杨岚 里边有田真 有刘小庆 男歌手 通俗的就 井冈山我 两场 结果我那剧组一听 不拍戏了 全组停拍 晚上就说你跟那主办方 能不能要票 我说行 来个七八十张票 两辆大轿车 弄票 演两场 全组收工 不拍了 看 真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那当时您唱的什么歌 唱了一个武思凯的 这什么那场 最爱是你 还唱了一个刘欢的 弯弯的乐 那好记得 东东哥唱歌特别特别好听 真的 想听吗 这个你看 谢谢 这不行一定不行 现在我烙一毛病 你知道吗 就记歌词 记话剧台词行 记歌词记不住 真唱不了 这这这人啊 岁数越大 越确确长 主要东东老师 可能觉得大家这掌声 没有三万五千人 这热脸是吧 这个 真唱不了 虽然没有三万五千人 但是我们这掌声差不多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起 明智辉煌 过后是黯淡 仍期待着 把一切从头来过 我们既然 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细带 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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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坐着唱 无一回事这个 第一眼是多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你看啊 不光这个 我们这个东东老师啊 这个多才多艺 好像我听说 丁老师也有特别多才 以前您还拉过小提琴 是吗 我听说 是不是 那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呀 后来能干上这行啊 就跟我这个拉提琴 有直接的关系 大小就喜欢音乐 您那提琴练了多少年 拉了十年 拉了十多年 丁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 少年工拉小提琴 后来画油画 拿照片摄摄影 摄影 特别喜欢摄影 真的还会练吗 小提琴 不练了 不练了 唯一一个一次正经 就是我们班毕业剧目 是演一个俄罗斯戏 我演的是一个 那个人民的王 就是小提琴手 对 小提琴手 我是真正在台上拉的 有一次我们拍一场戏 就是我跟那个丁哥 我们俩在戏里面假结婚 就是有办婚礼那场戏 然后在现场 有很多那个乐手啊 什么有有拉提琴的 然后也有大提琴 然后我们就在那准备呢 我听那边 有拉小提琴拉剧好 我一转头 丁哥在那拉呢 我以为是专业的人 在练习 因为我们待会儿要那个 他们要拉嘛 然后我一开始丁哥在拉 我都惊了 特别好 他是谦虚而已 做了拉 急的 让他拉会儿 那么今天的 无名者的剧组 来到我们群英会 咱们五虎都聚齐了 接下来咱们得来一个小游戏 来一个默契大考验 我们来说一个描述 最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大家来投票 好不好 看看你们头都会是谁 或者谁得票最多 第一个 谁是你们五个人当中 胆子最小的 王老师自己 王老师自己把手举起来了 他是我们班胆儿比较小的 他有一场死的戏 逼得烧死的 他说这死怎么弄 我说这事 你被意图献身啊 你自己烧 烧自个 他说怎么烧啊 你放心 那天有宝货 真的浑身泼上没油啊 真的 对啊 锅上 锅上没油 就真烧他自尔了 当时脸就白了 我说你一个天做好思想准备 没准这部戏 你就训了职了 真的 这就是王刚 王刚这个汉猪子 逼着巴拉 就开点笑 我说你甭 甭着急 这戏是在你 把所有的戏 拍完了最后一场 不能让你拍一半 万一你训职 我们这后部戏能办 那他更没跟了 说到最后 最后那一天拍 天天就敌 特别纠结 但是他呀 是我们 真的是我们最胆小的 他惜命 就是因为他惜命 丁志诚才说 最后烧他呢 这就是好误 对吧 如果要是我的话 丁志诚跟我这么说的话 我说你第一场就烧我 烧完接下来不用拍了 别拍了 关键是这几个 多有经验 他真认真 真相信 而且他一定每天晚上 做梦都得梦 关键是 可能丁哥光一个人说吧 可能觉得他在开玩笑 因为丁哥经常会 经常会容易开玩笑 但吴刚老师在旁边 对啊 真的呀 这是特别特别认真的 因为吴刚老师演戏 他就会特别特别认真 然后他平时生活中 也很少有那么认真 他说对 就是真烧 然后丁丁哥在旁边 不说话 你看 特别严肃那种 是真烧 连我最后都相信了 我说真的是要真烧吧 我觉得这个五虎啊 俨然是平时分成两个阵营的 对 是四虎在一块 琢磨您这一虎 是 就是逗他玩 那不就是琢磨吗 对 其实这个好哥们在一块儿 这样是非常开心的啊 王老师您再说说吧 您这个高票当选啊 就除了怕烧的那场戏 您还有什么事是他们让你觉得特别胆小的 感觉他们惊喜乐道就是非典的时候嘛 怎么 等于非典的那时候我们正演赵树孤儿 然后演了三场 嗯 那个时候就你到什么程度啊 第三场的时候底下有四百多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一切的那场 四百多人 起码有三百人戴着口罩在看戏 嗯 我们那台上也都慎得慌 这底下就这么点观众都来戴口罩来看 然后到第四场的时候 就不是说我们都要回家来来来来进行这个个人那个护理隔离嘛 这个时候一个月 然后我记得我刚到家第二天就是剧院的人就把这个草药拿来 得熬草药 每天喝嘛 我在家整整待了一个月 等于这个非典解除这个危险期的时候啊 搁几个聚一琴 然后给我打电话叫我吃饭 我告诉你那次还真邪门了 从来没咳嗽过 自己躲在家里没事就咳嗽 这不能活嘛这事啊 刚才是你问两个都呢 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 就不是一种强迫症 就是一到三十七度 这冷汗都下来了 就怕中这个标 因为当时有一个印象特别深 我记得我下午从剧院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事啊 就是把玻璃摇起来 跟我说了几句话 说第二天就发烧了 毛毛发烧了 给我吓的 我说不会是非典吧 离我这么近说话 但他就是普通的发烧 我在家躲了一个月 大伙就叫我 等于过了一个月以后解除了叫我去吃饭 我说什么也不去 我说现在刚解除也不能出去吃饭 这整个我就没去 全班同学都聚齐了 打电话叫他出来 他就不出来 你们胆太大了 这刚解除 你们就出去在一个公共场合吃饭 我说大家都来了 就缺你一个人 怎么那么多人都不怕 你怎么 我不去 我就在家 怎么行 就是不出来 就缺他一个人 惜命 这么惜命的王老师 这次被丁老师拉着 也拍了这么一个 被大火烧身的戏 我特别想看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吧 你想到的 连我跟你姐夫一块儿骗 你 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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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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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是挺危险的 是不是很危险 很惊险 这烧的可不是我 真不是我 提身 提身 对 因为这个还真得有一些计较 但是之前丁老师一直还被吓了 对 当临拍的时候 我都 我真做好了 实在不 现在就烧我呗 咱们可能真烧的 对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你要如果没受过专业训练的 你知道很容易受伤 所以这也都就是跟他开玩笑 之前哥儿姐可不是这么说的 最胆小的我们都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呢 谁是学习最好的人 我们班王刚 是我们班认字第一多的人 您这文化成绩就是按认字多来算的 说句实话 搞艺术的人多少都属于调皮捣蛋的 但是从小又喜欢各种才能的人 你譬如说像我们吧 原来就是学习不好 后来知道我要干这行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我要多看书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奉劝现在的孩子 在搞艺术之前一定要多看书 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 你知道不光有生活积累 下一个我就想说 最有女生缘的是谁 高东平 他还挺招女孩喜欢的 他不是挺招女孩 太招女孩喜欢 真的 这您给说起点了 有什么典故吗 怎么叫太招女孩呢 我们剧组所有的演职人员 特别我们剧组的化妆服装 说高东平太帅了 对 这个得给高东平 下一个五位老师当中 最会穿衣打扮 和最有自己个人风格的是谁 我们今天说好 说咱们今天做节目都穿着西服 对 可是就说穿西服就穿西服 有的人呢 人家就带两身衣服 人家前一场穿那一身 后一场就穿那么一身 你说这人对穿衣 这人谁呢 吴刚老师 对我们无名者做宣传 我们不得穿得好点 不得穿得鲜亮点 对 因为穿红衣服 预示我们这戏也红红火火 是的 那生活当中平时 吴老师是不是也是很有品位 很会打扮的一个人 是 这姐姐是一个特别会 给那个吴刚老师打扮的人 而且他们俩经常出来 是那种情侣装 吴刚穿衣永远是我们这歌 五位里色彩最鲜艳 所以今天这一身 是岳老师给您搭的 还是您自己搭的呢 搭对了 岳老师给帮我搭 那接下来我这问题啊 可能就更尖锐一点了 什么呢 谁是最有钱的 那接下来我这问题啊 可能就更尖锐一点了 什么呢 谁是最有钱的 丁志成 我们班第一个有摩托车的 丁志成 第一个有BB机的 丁志成 第一个有大哥大的 丁志成 第一个有汽车的 丁志成 第一个做生意的 丁志成 丁老师呢 就是当时很有商业头脑 在那个年代 迫不得已 你说啊 演出我们没钱 我们演出一场五毛钱 对 我们演出一场话剧五毛钱 真是没有钱 还不够我们在那个边上 我们那时候剧院边上 有一个叫 加州牛肉面 一碗面卖一块 我们演出一场不够吃一碗面的 真是那么回事 我说八十年代 今天啊 跟我们的几位老师们聊了很多 知道了当年的人一五五一路走来 是如何的 坎坷曲折 又真正的走向了成功和胜利啊 而且今天我觉得 刚刚老师聊这么多 丁老师聊的有一点 我特别有感触 就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的小孩 会有一些价值观上面的 不太正确 就是会觉得说 我当演员 我要当明星 我只要我长得好看就行 但是今天五位老师来了以后 我觉得给大家伙也提了一个性 多读书 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同时也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全会 本节目由议论到底 郭平巧心理独家 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 再见 拜拜 传递生活正能量 天津卫视